刚刚我们玩的就叫音符 就是一个音 现在我们来开始玩和弦 和弦就是由三个音 或更多组成 现在我们先玩三个音 就是一 三 五 当我说C 你就把拇指放在C 然后加第三个音 跟第五个音 当我说F 你把拇指放在F 加第三个音和第五个音 当我说G 你把拇指放在G 加第三个音和第五个音 当我说AM A minor chord 也是一样 把拇指放在A 加第三和第五个音 那个AM 那个M或是 minor 我会在下次的时候 再解释更仔细 你们就把它 看成一样的 就看那个A而已 把拇指放在A C E 第三第五个音 一起按 OK OK F 母子 放在F 第三第五个音 一起按 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C F F G A minor E minor E minor D minor D minor D minor F 暂时就不把那个M当成一回事 就把它放在一边而已